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今天是礼拜四 大跌249点 今天最多跌到269点 谈不起来 你知道今天是最近 卖压最重的一天 最近的行情记不记得 上礼拜一 开高170点 最多跌到211点 高低点380点 礼拜三大跌314点 紧接着礼拜一反弹150点后 礼拜二又跌了170几点 这几天的跌幅 虽然今天不是最大的 可是今天个股卖压却是最重的 今天个股卖压却是最重的 几乎九成股票都跌 今天是还好台积电 台积电跌3块钱有在撑 联电今天跌了0.45一点点 日月光今天日月光平盘 红海今天小跌5毛钱 今天大型圈之股有在撑盘 可是个股跌惨了 各股跌惨了 你看技嘉跌停 广达也跌停 伪创也大跌 今天跌停的股票很多 尤其什么 尤其AI相关的个股 今天跌翻了 所以最近我节目里面 一直跟大家提醒 不要去队关 要做多找底部的股票 尤其美国有三个礼拜的修正期 各位我每天都重复一直在提醒你 希望你能够小心谨慎 其实这种行情也是可以赚钱的啊 放空就赚钱了嘛 买底部肌肉股也可以赚钱嘛 怕是怕你做错啊 礼拜二的时候每股一度跌466点 因为目的降10家中小银行的平等 可是下半场拉上来 昨天又跌 礼拜三 昨天道琼跌191点 纳达克 跌1.16% 分成报告体跌了1.87% 那今天台北股市跌的比美股更重 跌的比美股更重 有什么 因为几档关键的股票 我们来看 昨天礼拜三 ADR的部分 还好 大家都在平盘 苹果昨天是跌了0.9% 那苹果跌0.9% 你仔细看哦 这是苹果的走势 最近苹果创了历史新高之后 财报发布大跌 那昨天到177 从197 198创历史新高 来到177 所以是不是跟大家讲过 财报期间 就算有利多 涨高一样会利多出镜 那如果涨高遇到利空 那就利空照顶 所以起管呢 在财报期间 其实都危险 你只能找底部的股票 苹果就是这样啊 涨高 财报利空 就一路杀了 然后就一路杀了 那除了苹果以外 苹果昨天跌的还不是很多的 你看昨天AMD跌2.4% NVIDIA跌了4.7% 麦威尔跌了3.2% 这三家都是什么 都是AI晶片 都是AI的晶片 AMD我给大家看过了嘛 已经杀过一波 最近在相形 平台目前还守住 可是这两天 如果108美元再破的话 会不会再杀一次 要小心哦 NVIDIA造成今日台北股市大跌 尤其AI的元凶在这里 NVIDIA最近做了一个三尊头 做了一个三重顶 颈线已经跌破了 所以为什么今天AI概念股 卖压会这么重 四星 技嘉 齐宏 今天大跌5%以上的AI股 非常非常的多 那这个恐怕这种图形出现之后 如果不守还破下去的话 那恐怕才刚要开始补跌而已 所以是跟大家讲 弃管的不好堆 弃管的不好摸 我苦口婆心 绝对是有原因的嘛 对不对 昨天特斯拉也跌了3% 昨天反而银行股的部分 还比较抗跌 虽然被降平等银行股还是比较抗跌 石油股昨天相对是来得比较稳的 那昨天特斯拉 已经剩下242了 特斯拉也是啊 来到历史高点 发布财报利空 因为毛利率降到剩18% 所以直接开低 我当时有跟大家讲过了嘛 电动车一定会被拖累 电动车的股票都要避开 我叫你不好去摸电动车 各位 尤其我特别提醒你 如果这个缺口补不掉的话 就变成突破缺口 那么 特斯拉跟电动车的修正 才刚要开始而已 果然 越走越低 越走越低 现在已经剩下242了 从184个里啊 我都有提醒你们啊 我在事情发生前 或者事情刚发生 我都有提醒你们 只怕你听完之后忘记而已啊 节目看太多了 看着看着 忘记林何燕说的东西 忘记林何燕提醒你们的东西 所以优质节目 一个两个够了 不需要看那么的多 该卖要会卖 你看电动车干练股 台办 我们在7月17号 特斯拉要发布财报前 我们就开始撤退了 19899我们就开始一路卖了 那你不卖的话 你还不买 现在存多少 你如果不卖的话 现在剩多少 剩81啊 我们来回做了很多次 台办 我们83买 111卖 打回来90买 然后102卖 压怀95又买 100块钱又卖 那卖完之后 你看一路跌 现在剩下 80.8 所以任何股票该卖 你一定要舍得卖 任何个股 我带进 我一定都会带出 很多节目里面老师卖股票 分析师 从来不讲卖股票的啦 林何彦各股卖出 我都会给你看 因为很多人看节目 在跟我的股票 我希望我卖出之后 你们也能够跟着 赶快撤退 不要留下遗憾 所有买进卖出去 我都会给你看 你看其他节目 不会给你看那些东西啊 我给大家看过嘛 美国股市即将进入三周的修正 33天 19天 16天 15天 17天 最近短破段大概都在走 16天17天的周期 double是33天嘛 所以跟大家讲过 美股会有三个礼拜的修正 那台股一定会被影响的嘛 那怎么办呢 要做多可以啊 买底部的 搭配做差价 那配合做一些短空 也可以啊 是不是 就是 纳达克也在高档 贝离讯号也出来了 贝腾报酬体也在上升轨上缘 压力最重的地区 贝离讯号也都出来了 我在上星期这都给你们讲过了 而且每天提醒 每天提醒 大盘的部分我也给大家看过 高点一直在创高 指标一直在走低 贝离回档的预期 你看我这时候提醒你的 现在呢 我在这里提醒你的 想起来啊 是不是下来了 我当时要在你提醒你的哦 我在这里提醒你的哦 提防回档 而且告诉你不要追高 不要追强势股 要买的没关系 赤底部的股票 找底部的股票 安全 你就不用怕 不然来找林何彦嘛 我只买底部的股票你们都知道啊 是不是 你看礼拜一大涨152点 全市场 冲没棒棒而已啦 其他都是在庆祝哦 这是大涨那是大涨 之后林何彦说 不要追高哦 随时又落下 讲完之后马上礼拜二就大跌了 那今天又大跌 今天最后跌多少 236点 其实点数不是最重要的 今天最重要是什么 今天上市会只有266家涨 1378家跌 127家平盘 所以今天涨的加速只有 十分之一 10支股票里面 只有一支去而已 九支都落的 所以今天卖压是有史以来 最近最重的一天 所以跟大家讲过财报发布前 每一支股票财报你都要摸清楚 台积电缺口补不掉 我提醒你会破底 会拖累指数 我都有在你拿刺的 我都有在你讲的 缺口补不掉 你看是不是下来破底了 这两天台积电是有在撑 台积电如果再来一根 那对大盘的压力就会来得更重 大立光财报发布完之后 没一天去的啦 一天都在路 包含博字 我也拿博字当例子 形容给大家看了嘛 对不对 当时在190 现在博字在多少 我跟大家讲的嘛 现在纯百市而已 那你如果没有避开 是不是就很惨了 是不是 所以任何股票你要买之前 都把它的财报先试算好 不要留下遗憾 群联 我也提早试算啊 衰退八十几% 股价四百多 当康也还可以啊 谁说不能做 对不对 你看群联 七月十八号 四百一四二五四二零 放空放空放空 你既然衰退那么多 股价那么高 半康也太急啊 空了之后 三百八十八回补 单股周周发五天 这个就是单股周周发 一周短线的操作 周周结算 周周领周星 搭配破断操作 效果会更好 所以你可以设定一部分资金 跟我单股周周发的操作 那补完之后又反弹 反弹上来 七月三十一号 再空 空了之后是不是又下来了 然后五天到 没办法 说五天就五天啊 再补 又二十八块钱 一张两万倍 十张二十八万 也不错啊 所以你可以设定一部分资金 跟着我单股周周发起来做 那财报发布出来之后 果然衰退八十几% 你看到今天 现在穿多少 三百七啦 我四百二十五就在空了 有没有 我夹空的 这里空的 这里回补 这里空这里回补 这里空这里回补 财报发布完之后 就一路跌了 这要扭起来 同样是空 一样是空 你看这单股周周发 七月二十一号 慧阳四十六四五买 到了礼拜五一个礼拜 四七点三卖出 那五天五趴也不错啊 上个礼拜 七月二十八号 起机一百零八买进 一百零八买进之后 紧接着礼拜一就大涨 礼拜一大涨 一百一十六卖出 这样礼拜五买 礼拜一卖 七点一趴 拉回来之后 当天拉回来 一百一再买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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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拜二又大涨 这样礼拜一买到礼拜二又十趴 所以单股周周发 你可以设定一部分资金跟我一起做 上礼拜三大跌 趁大跌的时候再买 礼拜四又开高又涨 开高涨一百一十八又卖又十趴 又七点二趴 这样来来回来做光细党企机 会员已经做得好开心了 已经做得好开心了 你看企机间 一百一十五 一百一十五 那我们一百一十八卖 也不错了 企机算强啦 大半落成这样 它才跌个四块五块 算少 算公共的勾票 可是我不会追高 有下来我会买 高我不会去追 再找底部的股票就好了嘛 对不对 你找不来找我嘛 现阶段你要买任何股票 都把半年报算好 不要留下遗憾 买了之后财报发布 然后一路跌 后悔都来不及了 你看省准上礼拜三大跌的时候 我们两百九买的 八月二号 八月二号趁大跌的时候 省准两百九买 买完之后 台风过后马上大涨 礼拜五大涨礼拜一 礼拜一大盘涨一百五十二点 记不记得 大家都在欢呼 我们礼拜一 除了卖股票就是空 省准三一五卖出 省准三一五卖出 今天省准剩多少 今天省准剩多少 两百九 我三一五卖出的 有没有看到 礼拜一三一五卖出的 那今天两百九 准备要再买了 准备要再买了 礼拜一大涨的时候 大家在追股票 我们除了卖股票 还一路放空 我跟大家讲过我没开 是因为 我还想再加码空 我想再加码空 那今天开给大家看了 来 我们第一档空什么 2486一拳 四十六块钱放空 我说这一档 业绩这么差 拉上来高档套牢 反弹无量 继续三一五卖 是不是就是一拳 是不是就是一拳 那我们 4648放空 今天43.2 这样落下来五块钱 五块钱都多少 就十几% 就十几% 对不对 另外这一档 这一档 三三零六顶天 五十一空 五十四再加空 半年报选业两平 是不是就这档 是不是顶天 业绩这么烂 拉高套牢 反弹无量 对 五一空五四空 今天顶天多少 快跌停啊 快跌停啊 你看四块半空的 跌到46.2 这样几% 八块钱 十几% 已经十几%了 哦 已经十几%了 再来 这支 广名 一百一十放空 一百一四再加码空 是不是广名 才赚一块四而已 股价炒那么高 高档套牢 反弹无量 是不是一百一空 一百一四空 一一零空 一一四再加码空 今天跌到95 我今天广名是回补了啦 今天广名是回补了 你看今天礼拜四 顶天回补一半 顶天 然后金像店 这是昨天 昨天还在空 昨天顶天还在加码空 昨天顶天加码空 昨天金像店也加码空 那今天回补 今天回补一些 今天顶天回补一半 广名97块钱都回补 今天买神准 那金像店166也回补 你看另外一档 我今天是补掉了 炭十几%在的 一四空九一七回补 这样多少 十七块呢 十七块就十几%了 就十几%了 另外一档 放这些三个股票 金像店167空 我放这些 金像店 半年报估大概才一块九而已啊 那股价快一百八 礼拜一空 礼拜四昨天金像店又加码空 175176 昨天收在179 昨天收在179 今天是大跌了 今天大跌166回补 为什么要回补 其实今天亚洲股市很强啊 今天日本大涨 南韩才小跌而已 只有我们自己跌的 鼻青脸肿 所以空单先回补一些 没关系 有弹上来要空再空 另外一档 还有一档空的 还有这档 浮华 48块钱空 是不是浮华 是不是浮华 四十八块空的 亏损超那么高 四十八坑 四十八坑 今天删到存四还是 四块钱也要10%呢 所以现阶段 你要做多也可以 你要做空也可以 你看我昨天买的 给大家看 昨天继续加码空顶天 继续加码空金箱垫 我昨天买汉堂 225买汉堂 今天大盘大跌 大盘大跌 汉堂反而涨 我看到没有 放空的下跌买的上涨 他别在这里 要买没关系 你找底部的股票 赤底部的股票嘛 赤底部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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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给大家看 赤底部的股票 汉堂 成长110% 对 220买的 昨天趁大家回又加码 所以现阶段其实很好做 就看你会不会做而已 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你要赚个30% 50%都没问题 不然来到零和宴 我带你进都会带你出 该放空的时候 也会带你放空 资讯费其实都不是重点 赚钱其实是更重要的 利用现在一季的费用 赚一整年的活动 广告座府电话 我们一起来合作 集团广告秀座马上回来 非凡商业台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掌握未来 公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现场 今天台北股市跌236点 今天卖压很重 可是亚洲股市的部分 日本今天大涨 南韩小跌7点而已 所以台北股市 怕怕死 被自己给吓死了 我早就提醒你们了 美国要修正三个礼拜 台股你的操作 不好对冠 买买买买的 做棒康也行 我每天讲每天讲 已经讲了一个礼拜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帮到你 你看礼拜一涨152点 所有节目都在庆祝欢呼 好像没放炮而已 我在做什么 卖省准 卖在高档 今天剩下290 然后一拳放空 顶天放空 广民放空 浮华放空 金像电放空 大家在买股票 你知道我们一路空 到今天都10%了 顶天 哇 赚更多 顶天都已经赚了快20%了 广民 100亿是空的 今天97回补 这也赚了好多钱啊 都赚10% 浮华也赚了10% 金像电 昨天空176 收贷179 今天166回补 也很漂亮啊 对不对 为什么要回补 因为亚洲股市很强 台北股市随时 都会有反弹的出现 我们到昨天还在空啊 昨天又加码空顶天 加码空金像电 昨天买汉堂 昨天买汉堂 今天台北股市大跌 汉堂反而是涨了 所以现阶段看你会不会做 要买不是不可以 买底部的 要空 空高档业绩差的 你看今天行情我们就 大家在杀股票 我们现在做什么 买环球金472 买卫强电81 然后台骏是停损掉 然后三块银停损掉 三块给它没关系 我们做新的就好了 然后金像电回补空单 今天买省准290 今天买省准290 几乎买在最低点 6488环球金 472也正好都买在最低点 都买最低的 不是不能买 你要找赚大钱要不可以去 你看汉堂 我们220买的 买这个就对了嘛 像这种你都可以放心 这都可以放心 这个也是啊 转折时间到了 压回都是买 北比才9倍而已 和勤控也是 14天16天14天18天16天 压回来 最后两天 北比10倍 半年报成长113% 你用心去找 还有很多这样的标的 澳金锤 这种股票 中美金也是啊 100四还是买的 拉高 我们卖在185 是不是又压回来了 压回好啊 压回来就是好事啊 半年报 创新高 北比才8倍而已 这个时间周期 18天19天18天 最后三天 大家打到就要去啦 所以现阶段要做多做空 都可以赚 就看你会不会做 要买就买底部 空高档 不然让你带着你做 一部分资金 跟着我单股周周发 最后就您操作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